大家好 这节课和大家分享一个 有利于SEO的一个知识点 如何让WordPress的文章 它的链接地址静态化 WordPress做的网站 默认的链接都是动态链接 比如说问号P等于123 要把它变成静态链接 比如同样是这个文章 它的地址应该变成123.html 我们常说的这个URL 就是指的这个链接地址 静态的URL比动态的URL 对SEO更友好 SEO是搜索引擎的优化 但实际上WordPress都是伪静态 不是真正的静态 我们到FTP里面看一下 并没有123.html这个文件 只是出于对搜索引擎的友好 另外这个伪静态 需要虚拟主机或者服务器的支持 才可以实现 修改方法是在WordPress的后台里面的设置 它里面有一个固定链接 默认的固定链接是朴素型 也就是那个动态的 问号P等于123 我们选择最后那个自定义结构 大家注意屏幕上 这个杠 百分号 post下行杠 id 百分号 .html 把这个复制到 自定义结构的空白处 保存 如果你的网站 按照这样设置保存后 前台打开链接出现了错误 第一要考虑的就是 你的主机规则 是否支持WordPress的伪静态 特别是Windows的IIS服务器 它需要一些特别的设置 详情请咨询空间服务商 一般都是通过FTP 在主机的根目录 加一个文件 把自定义的规则放到里面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节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